這個是Fone Color 這個是Fone的intro Color intro Color 這個是Bolder Bolder加S Bolder一定有S 點Color 這個的話是Fone Color再加上Bolder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這一個我們一個來看 這個它原來顏色是黑色的 那你當然有幾種解法 要不就是把它改回黑色就好 有沒有 那如果要改成黑色的話 基本上呢 其他色彩黑色 就是什麼呢 0、0、0 那白色呢 就三個255就對了 所以中間白色就是255 所以黑的跟白的很好記 所以完全沒有就黑 最大就是白 黑跟白 那其他也 那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第一個 把那個Fone Color的顏色 這個RGB等於多少 0、0、0就好了 Fone Color就恢復成黑色了 OK 大家可以懂那個邏輯 那這個的話intro Color它本來是那個什麼呢 本來是沒有顏色的 所以那個intro Color 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要改回來的是 你不能用我們剛剛 Fone Color是RGB 你不能用 之前我用的是RGB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白的 不過白的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個 它的那個 其實當然你列印的時候 是沒有差啦 之前我買RGB 瓜虎255 豆點2525 然後就解決了 不過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怪怪的 怎麼怪怪的呢 我剛開始是沒有發現 因為在舊的版本 更不明顯 新的版本是很明顯的 因為這邊你把它改成那個白色的 但你列印沒有 但是它還是覺得 所以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無填滿 對不對 無填滿 可是問題無填滿 在intro後面應該加什麼 特別是沒有的話 在eSale就是None 前面加Xl XlNone就是 在eSale VBA裡面 就是沒有顏色的意思 OK 那 框線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把它恢復啦 要復就是把它的color index 不過特別說 color還要加一個index 把它改成沒有 才有辦法恢復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剛剛的程式 如果要恢復成清楚的話 一樣把這個程式 複製之後的話 來改 改成什麼 改成清楚 那改哪些地方 我直接乾脆拿這個來改 改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RGB 藍色的部分 改成黑色 就改回來 那黑色的部分我剛剛提過 就是說你可以 把這個顏色改成000 這是第一種做法 不過這種做法 好像還是不是很精確 比較精確的做法是什麼 其實這邊有一個顏色應該 這個黑的上面有一個叫自動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精確的應該是 把它改成自動 自動 不過自動的參數 在那個VBA裡面 它是用這個叫XL 一樣是XL開頭 它叫自動的話叫automatic Matic Matic 應該會拼 automatic 如果你怕拼錯的話 一樣打小寫 移開之後 首次要變大寫 字就沒有錯 不過如果你實在記不得 沒關係 你就記這個RGB00也可以 兩個方法我其實就OK 第二個的話 這個字改為黑色 第二個底色改回來的話 就是這個沒有 後面的話 前面是都改成白的 不過白的我剛剛講過 好像有一點破綻 所以比較標準的應該是 沒有 XL NONE 一樣打小寫 移開 N有變大寫 表示有了 OK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清除為 本來黃色改成沒有顏色 框線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Color改成沒有 沒有顏色 所以XL NONE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顏色 如果框線把它改成沒有顏色的話 這個是加上去 這個是再把它去掉 移開看一下 有沒有OK嗎 其實我本來是這樣子 不過後來同學說 老師還是有點怪怪的 我說哪裡怪 沒有啊 很正常 他說 你沒有發現嗎 這個 這個比較 顏色好像比較灰 這個好像有點比較藍 有沒有 也對啦 後來我發現 對 其實如果你要真的比較正確的話 應該是Color還要加Index 我後來找到了 加Index之後 真的就會完全沒有顏色 試一下看看 現在是這種顏色 所以要吹毛求癡 真的 有沒有發現 不過 這就是為了要讓程式更好 不過我是只是敘述一下 當然這桶也有抓到 好那最後的話 這個顏色 D的部分 那應該會啦 反正就是把它改為黑色 然後Bold把它改成 好 Force就好 OK Force 應該會拼嘛 True跟Force 好啊這樣的話 全部就完工了 完成之後的話 欸 恢復了 不過呢裡面還有資料 那清除一定要什麼 連這個也清掉 好 清掉 有沒有 所以裡面都沒有 OK 全部清除了 不過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寫好像有點麻煩 你不乾脆怎麼樣 就是用一個方法 嗯 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range就好了 剛剛有提過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呢 把資料清除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清除 清除什麼的 全部 所以其實剛剛的做法 最簡單 其實只要寫一行就好 第一個 我先把它註解掉 註解的話 你可以用編輯這個工具列 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什麼 使程式變為註解 為什麼變為註解呢 因為我如果刪掉 我就不知道剛剛寫什麼 而且刪掉真的很可惜 打了這麼多 結果把它刪掉了 至少留個紀念吧 那其實如果你要刪除全部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一用range表示 所以你用range 刮乎哪個範圍呢 其實就剛剛那一行嘛 所以你乾脆就是這一行 拿來用就好了 剛剛不是有四中這個對不對 把這個 但是問題 這個可能要順便拿一下 這個 然後把它搬到這邊來 但是如果後面那個R 你不想要建一個變數 你乾脆拿這個把它蓋過去 把這邊R把它蓋過去 那range裡面呢 有一個方式 就是點什麼 cl clear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清除全部的話 就clear 清除格式就format 清除內容就clear content 那也就是說你怎麼樣 clear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 不過前面只是一個去處 至少讓你知道說 每一種每一種格式 它如果要恢復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恢復 那所以我們用clear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這邊把它執行 有沒有 全部恢復了 執行 clear就可以了 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部分呢 加上去 然後呢 並且把它清除 那會有幾種做法 那在雲端上都有 所以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的做法 讓我看看 最後一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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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